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能够快速的入门 延长鲜花在家里摆放的寿命 并且掌握基本的插花技能 插出最美丽的鲜花 通常来说花材从产地运到我们的家中 会几经转折 那么花材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流失水分 造成一定程度的脱水 有的稍有名贵的花材 它的根部在运送之前就会被插上 富有营养液的吸管 或者是被那个棉球包住 这是有能力的范围进到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我们拿到手以后也要进行立刻的处理 那么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花材的根部 让花材在第一时间脱水的状态下得到缓解 做好补水这件事 可以大大的延长花材的花期 首先我们先用花瓶或者容器装满一半以上的水 一般绿色的花茎直接将其根部没入到水中 然后用剪刀斜剪一个窃口 那么这个窃口剪下去的时候至少在两公分以上 在水中剪花茎的根部可以避免气面和空气的结束 导致过快形成氧化膜阻碍根部的吸水 如果花材的茎部是木质的 我们可以在其的根部剪一个十字口 这样可以切到花材根部的吸水面积 处理过花材之后 我们一会儿将要所有用到的花材全部放到一个器皿里 这样可以一边方便我们随时拿到我们要用的花材 同时还能保证花材不会因为在我们的创作中 过多的思考而脱水 这一部分我会用我多年的入门课程的教学经验 总结成最简单的方法 向你介绍在居家插花中所领用到的技巧 让你快速入门 那么我总结为一个手法 两种技巧 比如说把花冲的一个方向旋转 永远只有一个交叉点 这就是我们要的螺旋法 这是插花最基本的操作手法 接下来我来介绍两个主要的技巧 分别是定花形和分花叶 但都是零基础比较快速容易掌握的技巧 这一个手法 两种技巧 在我们之后的运用品的课程中会一直的使用 所以十分关键 是很重要的基本方法 第一种 定花形 简单来说是根据花材的大小来确定主花和复花 因此我们在创作一件花艺品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好我们的主花和复花 主花呢 主花通常是花艺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主花的选择 首先它代表了花艺师想在这个作品中传达的感情 比如红色的勺药 它代表热情的感觉 而勺药的花苞又大又美 所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创造力 那么比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需要一些邻近 就会运用到一些偏白绿色系的 比如绣球 百合 花材能做主花 其次主花的位置也决定了整个花艺品的形态 花朵到而位置低的主花 其复花通常小巧 花茎高而细 居家花艺中的主花 往往都会在花艺品靠中间略低的下方 给复花和叶彩留出来空间 整个作品都会显得沉点和美观 简单来说 哪个花朵大 哪个就为主花 那么剩下来的都是复花 那么剩下来的都是复花材 可以对主花材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 还有复花材的大小 在主花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主复花在花艺品中的距离越小 它们的大小就越相近 距离越远 则复花越小 那么我现在带着大家来教你们怎么定花形 来我们就用今天的最美的勺药 作为主花大朵的话 拿复花之一的跳舞篮 作为复花材之一 那么看好我两个点的螺旋点在里面 记好我们的花形 主复记得 另外我们再用第二种复花材 香槟玫瑰放在这里 大家看好 位置都是一个交叉点上 来我们以螺旋的方法 把这个花形定好 再来一只高的浮花 那么拿不住了 累了我们再换一个方法 再来一只浮花 再来一只香槟玫瑰浮花 一定要记得 这个都是在一个螺旋点上 再来一只 一 所有的是在一个交叉点上 螺旋 二 我们的主花在前面 主次分明 形状它就立体就出来了 OK 我们 这瓶花的定花形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 分花叶 花叶品中用叶子 把花与花之间隔开 是绝大部分花叶师创作的一个共识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分花叶法 花叶创作并不是花与花的堆切 所以大多数我们需要调整花 鱼叶 间隔的比例 来避免花与花之间的撞色 并且加深花财在花与品中的影响 接下来我就用我们刚刚学的一种手法 两种技巧来为大家展示一个完美的平花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先拿上我们最绝美的主花 小药 再拿上我们的复画之一 跳舞篮 把它形状定好 再拿上我们这种手法的这个叶彩 分叶法 用叶子把它的间隔的距离间隔好 我们的叶彩把它至今定隔 我们的手永远在一个交叉点上 方向永远是一个的方向 转不住了 我们换一个方向 把手再转过来 但是交叉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用叶彩隔开 你看我每一只都用叶子把你打开 腐化与腐化的间隔 这样出来的效果会有层次感 再看一下螺旋永远在一个螺旋上 在一个交叉点上 来 这回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最后我们这个花束就完成了 大家看好啊 我们今天用的是一种手法 螺旋法 看一下螺旋 两种技巧 定花形 主 副 还有分叶法 把叶彩和花一花之间的间隔给分开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完美的花瓶花就呈现了 最后的步驟我们就进入我们最美的花瓶里面 那么我们根据花瓶的高矮 再量一下 差不多 OK 剪到这里 在剪的过程中还要记得哦 我们要斜剪 每一个枝都要斜剪 来看一下 先给你一个特写看一下哦 螺旋 你们看一下 我们最简单的一瓶瓶花就呈现了 当我们创造完成一件自己满意的花一瓶之后 后续只要坚持每天重复之前开头的花材补水的流程 坚持换水 剪根 那么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花一瓶的花期 综合来说就是 一 保证每天的花瓶清洁和换水剪根 二 饮用水和提前挥发两至三个小时的自来水 比普通的自来水更能延长花的寿命 尤其是在北方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水中设量的放一点营养液 比例大概是5%左右 可以维持一个星期不用换水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作业 根据今天学到的知识 选购你喜欢的花材 动手做出你的第一个花衣作品 然后拍照提交到下方的作业卡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